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望版本 交流功能 交流的方式 交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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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一列的 一行一行的話 比較高的可以選擇 可是想想看 如果我要抓好 是這個 這個 第一列第二行的元素 第一列第二行的元素 跟這個方法在這裡 跟這個方法在這裡 位置不太一樣 在記憶體裡面的位置不一樣 這個第一列第二行元素 如果我把這個陣列放到記憶體裡面去 是這樣放的話 它是在記憶體的這個位置 如果我是照實的這樣放的話 放到記憶體裡面 它是這個位置 那 它到底是在哪個位置 我的問題是 到底 會不會錯掉 我寫層次雖然沒有關係這種事情 對不對 我寫層次 我要抓第一列第二行是個元素 我要抓A10-1 我要抓A20等等 我直接抓就 我直接抓到 從來沒有出錯過 可是 可是拍了他幫我便宜的時候 他到底是 整個便宜的排到這台 才會不會出錯 會有問題 這個 所以可拍了你要規定 不同的語言規定 有的語言他把它放到這個位置 有的語言把它放到這個位置 但是我是 例如說我加碼語言 我可以說 通通全部 所有可拍了通通通擺到這個位置 那裡面相對相對 它通通都會這樣擺 所以每個語言 不然不同可拍了寫的時候 就會亂電 所以每個語言其實他有他自己的規定 那擺在什麼樣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是 這也是計算器概念裡面的東西 那這多為陣列 所以這個是不需要Programmer去擔心 簡單來講 你如果不太了解沒關係 這不需要你擔心 寫成是人不需要擔心 但事實上它下面 必須要有一個 有一個一致的這個動作 那 那這個 這叫Raw Major Color Major 那 那我們今天最後再談一個這個好了 最後一個常數的這個部分 那 那運算值我想就留到下一次 那常數的這個 在Java裡面其實是沒有常數這個東西 Java裡面沒有真正所謂Constant這個東西 Java裡面Constant 但是它有這個概念 Java的Constant是什麼 是Static Final 對不對 就是我定義一個是Class的變數 然後又Final Final的值又不能夠變了 所以宣告一個東西是這個Class變數 然後又是Final的話 那這個 意義就代表是 這個東西的值已經定了 然後 然後這個變數的值 你不能去更改它了 那這叫做常數 好 那在很多程式語言裡面呢 它有常數的這個語法 那 那這包含 包含這個PH裡面 那常數的話呢 是定義以後呢 這個值就 就不能變更 變數的話 它的值可以變更 但常數的值它是不可以變更的 那 那 所以常數的話呢 使用的話 在PHP裡面 定義常數 就要用Define這一個 這個韓式 這個韓式就是Function 我們在 Java裡面用 講的是Messor 但是在 C啊 在這個PHP 在大部分語言裡面 不講Messor 只有在Java裡面講Messor 在其他語言裡面 我們都講的是Function 就是一個韓式 那在 在PHP ASP裡面都是 呃 JSP裡面 呃 JSP裡面大概 我沒有注意到 但是在大部分時候 都是講做韓式 就Function 其實這個Messor是同樣一個東西 那是用Define 來做 那Define 一個這個Constant 它的Name 然後Value 那 那 那常數的命名規則跟變數很相似 只是常數不要用Darsan來開始 變數都是Darsan開始 那習慣上全部用大寫英文來命名 這是習慣 你不用 也OK 但是最好是照習慣來做 這個 語法上它沒有限制你 但是 最好是照習慣 這個 在各種語言裡面都是這個習慣 全部用大寫來的英文 來當作這個常數 那Java裡面 呃 你定義Static Final的時候 我們也通常也會 也沒有要求你 但你全部用大寫 代表我定義Class的時候 第一個字要大寫 對 那這些東西都是 也命名的規則 那常數值宣告以後 就不能夠改了 下面就是一個 Define這個Pi 就圓周的3.1416 3.1415962 等等 那 那這個Pi 宣告就不能改了 對 那半徑是 那現在這個 那現在這個 Echo一個一個這個 呃 自串 然後呢 Pi乘上 4乘上4 周長為2 2Pi 半徑為4 對 PiR平方 這個 半徑為4 所以這個半徑是4 對 那這個2Pi 是這個周長 我們把這個常數看完了 沒有兩頁了 那 那有些內建常數 內建常數 呃 就是人營裡面 系統裡面的 那這個我們叫Magic Constant 在PHP裡面叫Magic Constant 那裡面有 有非常多的啦 那大概也是以大寫為開頭的 那 那這個 呃 內建常數的話 呃 像PHP的VIRGIN VPHPOS 好 這個 呃 這常數的行別 有的是自串的 像這個 呃 EOL EOL 最大的整數 integer max 然後這個 那這些東西都是一個 呃 出來的都是 呃常數 然後這上面是他的這個 呃 形態 形態的 這內建的常數 那像Pi的話 那 內建的 已經有內建的一個Pi啦 這 呃 M Pi M底線Pi 然後他指示 這個這個 就可以直接的 用他的內建常數來做 OK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 那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 我想我們應該可以把第四張 呃 介紹完 然後可以進到第五張 那第四張後面的當然就是一些運算值 那第四張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作業 那是在 4點49的第五題 不過 不過這個 呃 我們LIVE主要還在後面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還是把前面語法跟基本的東西 呃 主要還是在這個部分弄清楚 那 我想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然後 那 同樣的 大家如果 那同樣的大家如果